選前超級星期天狂打國民黨立委馬文軍 潛艦泄密爭議的前海軍顧問郭喜 昨天晚間幫馬文軍的對手蔡明軒來站台 講到激動處不只辱罵馬文軍的身材跟年齡 還突然下跪求選民支持 馬文軍今天駁斥了郭喜的各藏指控 更揚言提高 激動下跪前海軍顧問 本身也參選立委的郭喜 跨區輔選這突然一跪 嚇了一旁立委候選人蔡明軒 趕緊把人扶起來 一個英文都看不懂 怎麼當外交委員 都在搞這些軍火商的生意 曾經給他那個佣金的人 曾經付他那個選舉金會的人 就站在這裡 就是郭喜 招式活動上 郭喜在狂打國民黨立委馬文軍 前見泄密 因為蔡明軒的對手 就是尋求連任的馬文軍 講到激動處 連這句話都說出口 今天蔡明軒是一個年輕有為的青年 不是像他那麼老 那個老女人 只有馬文軍那種青菜做做的 賺錢的叫爸爸 不想這樣 我想請問蔡英文老嗎 陳舉肥嗎 對於馬文軍委員 他的外表的一個部分 他有有私演的部分 我在這邊也鄭重的向馬文軍道歉 就怕入罢女性言论向上烧波及选情 蔡明轩上午代为道歉 但对前见泄密要马文军说清楚 马文军驳斥过席的各项指控 扬言提告 不断的指控 可是从来没有拿出证据 甚至佣金回扣 如果真的有拿 指出哪一件 等到未来查查清楚真相大白的时候 他的下跪就是要跟国人谢罪了 选择进入最后催票关键 辅选站台这激动衣柜和脱口抑郁 都掀起外界关注 记者中文区还拿出报道